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20年来评分最高的十部刑侦剧黑洞第七征服不是第一名 刘华强、聂明宇、郭小鹏到底谁更狠 提到大陆的刑侦局 是不少观众的回忆 从2000年一史 各式各样的刑侦剧成为了黄金时段的主力军 黑洞、黑兵征服、重案六组等刑侦佳作均诞生在这一时期 我国最早的刑侦剧可以追溯到1987年的《便衣警察》 这部《胡亚杰》、《宋春丽》、申军义主演的电视剧 成为不少观众的童年记忆 而刘欢演唱的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 更是成为金曲被广为传唱 由于《便衣警察》的成功 正式开启了刑侦剧这一电视剧类型的辉煌年代 老百姓能通过电视剧了解各种真实案件改编故事背后的来龙去脉 刑侦剧也能为大众提供很好的警示效果 可由于竞争的激烈 一些电视剧创作者为了博人眼球 另辟蹊径 各种夹杂裸露侵犯 暴力毒枭的镜头毫无克制 与塑造伟光正的正面角色相比 电视剧创作者则更喜欢着重笔墨描写犯罪分子 一些刑侦剧活脱脱将坏人描述成了枭雄角色 如孙宏雷、赵燕国章、赵恒轩都留下了职业生涯的经典角色 但正派的弱化和反派的突出为社会带来极其不好的影响 为了刑侦剧的越演越烈 广电总局于2004年正式下达文件 禁止各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放涉案、反腐、题材电视剧 盛销城上的刑侦剧被彻底打断了7寸 由于没有了黄金时段的加持 大陆的刑侦电视剧进入了低谷期 在2005年至2010年显有佳作 而偶像剧、家庭剧、抗战剧、穿越剧分至踏来 刑侦剧逐渐被观众遗忘 虽然偶有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湄公河大案》 《莫斯科行动》等作品问世 但电视剧编导为了壁垒 更多的是选择通过国外犯罪案件进行创作 相比于电视媒体的束手束脚 网络流媒体却为刑侦剧提高了更加宽松的创作环境 《法医勤明案黑者》等 根据小说改编的刑侦剧更加符合年轻观众和快节奏的观影审美 与单纯讲述故事相比 对角色人性深度的挖掘也更为考究 尤其是《白夜追凶》和《沉默的真相》将刑侦剧电影化作了极其大胆的尝试 一下拔高了刑侦剧的层次 回顾过往2000年至今 刑侦剧经历了疯狂粗暴的发展 其中不乏一些现在仍被人津津乐道的经典电视剧 叉叉历经数天整理出了豆瓣 评分最高的几部刑侦剧 它们各剧千秋 但包含的价值观却均是邪不压正 废话少说 就让叉叉为大家带来评分最高的十大行侦剧 看看有没有你的心头好上榜 TALK10黑冰2001年 主演 王志文讲文力 豆瓣评分 8.0分 王志文扮演的郭小鹏表面看 上去是药业集团的老总 其实却是丧心病狂的大毒枭 他拥有超高的智商 更是背负多条人命 而女警汪静文受上级之命 卧底到了郭小鹏的身边 英雄难过每人关 郭小鹏终于还是栽在了汪静文手里 最终被判处了死刑 现在来看黑冰尺度依旧惊人 各种直白的台词 脏话粗口 暴力的宣扬 让人很难相信这部电视剧是怎么审核通过的 作为编剧章成功的黑色三部曲 《黑冰》破天荒的采用反派角色 作为该剧的主角 独消郭小鹏企图控制世界的疯狂想法一下 将故事格局拉高 而他在被通缉的情况下 仍不忘看望母亲 让这个十恶不赦的坏蛋 有着令人同情的一面 王志文优秀的台词 功底和出色的演技 撑起了整部戏 在讲文力等角色的陪衬下格外耀眼 插插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汪静文 在看望郭小鹏时被抓后的郭小鹏用长达11分钟的时间对自己一生的自我回溯 一气呵成 质地有声 堪称教科舒适表演 也奠定了黑冰注定不能被人遗忘 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在网上看一下 绝不会失望 TALK9绝不放过你2002年 主演 任成委潘宇陈兆恒轩 豆瓣评分 8.1分 陈氏兄弟利用警察局副局长的庇护 在松江市横行霸道 坏事做绝 更加可怕的是弟弟陈一龙 在哥哥陈一文的安排下居然进入了警察系统 黑白两道都成为了陈氏兄弟 达到全力巅峰的垫脚石 可就在兄弟俩本以为能知手遮天时 一个小小的派出所民警 为涛却顶峰而上 不畏强权 与陈一龙展开了拉锯战 一场风暴蓄势待发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绝不放过你将陈一龙心狠手辣 飞扬跋扈描写的淋漓尽致 对于剧中的暴力镜头 导演丝毫眉遮眼 这让陈一龙的凶狠丝毫 不亚于刘华强之流 最被人津津乐道 莫过于电视剧 破天荒地让反派打入警局内部 让警察角色不再是神勇无敌 所向披靡 而反派也不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在较量中 反派优势占尽 正派角色父辈受敌处处被动 这样的故事设计增加了剧情张力 让人耳目一新 值得一提的是 曾带观众恐怖回忆黑老大的陈一龙 扮演者赵恒轩 正是曾经红极一时的电视剧 白眉大侠的主演 对于正反角色的塑造 不得不感叹赵恒轩精湛的演技 TOP8人民的名义2017年 主演 陆毅章封义吴刚许亚军 豆瓣评分 8.1分 反贪局侦查处长侯亮平对项目处长赵德汉突击调查 并在其别墅中搜出大量贿赂现金 侯亮平怀疑荆州市汉东省荆州市副市长丁一珍有贪污嫌疑 他委托同学陈海调查丁一珍一案 却不想陈海遭遇不测 丁一珍早就收到了消息提前跑路 显然在行动之前风声走漏 侯亮平顺藤摸瓜调查 才发现在丁一珍背后还有更加强大和高深的背景 在暗流涌动 甚至牵扯到不及以上的高官 一场反贪风暴即将掀起 作为2017年的现象 即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可谓是满载荣誉 老戏谷同台标系 侯永吃面条 其同伟 达康书记王之宁是屡次登上网络热搜词 可见其风靡程度 人民的名义让老百姓第一次对中国官员构成体系 有了清晰了解 众多老戏谷的加盟也为证据的拍摄指明了出路 官居公安厅长的齐同伟为了达到权力的高峰 一再触及职位的底线 齐平凡的绅士与从小就成长在官员家庭的喉量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也引起了观众的激烈讨论 许亚军也凭借让人恨不起来的齐同伟彻底火了起来 三年后人民的名义续集巡回检查组登陆屏幕 可惜口碑与前座相差甚远 如今看来人民的名义仍可谓是反腐剧的巅峰 TALK 7黑洞2001年 主演 陈道明桃红桃则如原例 豆瓣评分 8.5分 聂明宇身为副市长之子 有着太多的光环杰出青年 龙腾集团的老总 优秀企业家 可在他光鲜得体的背后 却是当地最大的黑社会老大 他教唆手下张峰等人杀人 威胁恐吓 制毒受毒可谓坏事作绝 但坏人自有好人质 聂明宇的好兄弟刘震汉受上级之命 开始调查聂明宇的犯罪证据 最终一举歼灭了聂明宇的犯罪团伙 聂明宇也在刘震汉面前引咎自杀 黑洞和黑兵同样出自编剧张成功之手 而前两部作品与2003年的黑物 并称为大名鼎鼎的黑色三部曲 同黑兵中的郭小鹏一样 聂明宇展现了一个黑道头目的冷酷 霸气 对待受害者毫不手软 两者都有着改变自己的一段过往 在服役期间 为解救拯救刘震汉 聂明宇落下了性无能的毛病 也让他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 也让剧情更有感染力 与郭小鹏相比 聂明宇更多了一丝内敛 儒雅 即使在穷途末路也没有露出绝望 癫狂的表情 聂明宇也成为陈道明电视剧转型的重要作品 除了陈道明所饰演的聂明宇 张峰 小瑞 蔡刀对肖三都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王志文一人称起 一部戏的黑兵相比黑洞 众演员的演技整体表现更加优秀 这也是黑洞能排在黑兵前面的原因 但陈道明不是这部戏演技最好的 而是扮演聂明宇手下张峰的刘斌 值得一提的是黑洞的导演 正是大名鼎鼎的管虎 而编剧是陆川 两年后管虎带着陈道明 又拍摄了另一部经典电视剧《冬至》 可惜正好赶上广电总局的县令 可谓声不逢时 TALK 6 插翅南逃2002年 主演 赵燕国张于慧张涵 豆瓣8点6分 插翅南逃激进的让反派成为主角 以人物传记的方式讲述了张士豪 从无名小卒一步步转变位 惊天贼王的过程 本剧一开始张士豪就已被捕 他在审问之下回顾起 自己从少年时期的拉帮结派打群架 在机缘巧合进入社团 邂逅妻子郭金凤 带领同伙暴力抢劫 绑架勒索 走私军火逐步犯罪升级 主角张士豪因其凶残 嚣张 气场十足 不愧为一代贼王 而他与妻子爱情坚守也为人物增色不少 真实事件改编的插翅南逃 可以说是十部电视剧中演员 咖位最低的作品 但丝毫不妨碍插翅南逃在刑侦剧中的地位 也让原形世纪大道张子强被观众所熟知 令人惋惜的是赵燕国张在演完 《插翅南逃》一直处于人红系不红的窘境 虽然赵燕国张至今奋斗在演艺一线 可再也没有作品能到达《插翅南逃》的高度 以至于大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都习惯叫他张世豪了 Top 5重案6组2001年 主演 李承如 王熙 张朝 董勇 豆瓣评分 8.6分 重案6组一共出了4部 每集都有两个案件交叉进行 主要剧情就是围绕层客墙 季节 江汉 白灵和黄涛五人组成的重案小组 破获刑事各异的案件 作为刑侦剧中播出频率最高的电视剧 《重案6组》兼具了故事的多样性 各式各样的罪犯作案手段和作案初衷 让观众目不暇接 以及两个故事的交叉叙事模式 让国内观众眼前一亮 李承如饰演的岑克强 和王熙饰演的季节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很多观众的追剧回忆 《重案6组》留下了不少印象深刻的案子 其中第一部第二集的《莲花小区八女案》 更是不少观众的童年阴影 令人几倍发凉的是这个故事 改编自《真实案件》 如今20年已经过去 观众谁也没有想到大 曾会成为活跃于各种娱乐 选秀节目的毒舌评委 难能可贵的是《重案6组》系列 一直水平稳定 四部作品都是八分以上的佳作 可惜《重案6组》支拍到了 第四部就戛然而止 如今随着几位主演年龄的增长 《重案6组》能否还有续作 恐怕也成了一宗悬案 如今人们更多地谈到 《重案6组》是因为这部作品是李承如的代表作 除了李承如、董勇还活跃在大众面前 其他演员已泯然众人意 TALK 4命案十三宗2000年 主演 刘薇薇李进荣高群书陈冰 豆瓣评分 8.8 被誉为最真实的刑侦剧 电视剧讲述了13个剧情各异 而令人唏嘘的刑事案件 甚至让很多人以为剧中的演员 就是案件当事人 该剧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有因为感情纠纷杀死情人的建筑工人 有被女人纠缠而怒起杀鸡的再逃犯 有不堪丈夫家暴而奋起反击的家庭妇女 和其他有警方角色参与的刑侦剧追求探案推理 政协对立不同命案十三宗 更多的是聚焦了罪犯本身 将每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以故事的形式向老百姓叙述 每个罪犯并非大奸大恶之人 他们都曾是事件中的受害者 贪婪、软弱、暴力、愚昧导致了他们做出了过激的行为 以牺牲他人的生命作为结局 令观众感叹造化弄人 正由于对凶杀暴力 其情的极度渲染命案十三宗并不适宜为成年人观看 与之类似的还有以女球为故事蓝本的红蜘蛛 TALK 3 征服2003年 主演 孙洪雷时照其江山流微微 豆瓣9点0分 终于来到了榜单前三名 作为刑侦犯罪电视剧的网 红征服为我们贡献了太多的话题段子 这瓜宝熟骂跟我刘华强拼你有这个实力吗 孙洪雷用自己的一己之力 成就了这部本身剧情并不出众的刑侦剧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征服主要描述了以刘华强为首的犯罪团伙 在当地收保护费 七行罢事 杀人越货 与封标等其他黑社会帮派伙并 闹出多条人命 最终落入法网的故事 其中刘华强 封标等都有真实人物原型 为了避嫌 电视剧主创将事件发生的地名都换作了假名 以免引起观众恐慌 小时候的叉叉曾经错误的以为刘华强是好人 而时照其扮演的警察才是反派 想必有不少小伙伴 跟我有相同的想法吧 其实现在在看刘华强充其量不过算是街头 火病的混混头子 远不及郭小鹏 聂明宇那种级别的黑道大鳄 可他身上的市井气息却让人多了几分喜爱 能扮演刘华强完全是因为孙洪雷得天独厚的外形条件 再加上以前永不明目中反派楼楼的精彩演绎 让导演高群叔相中了孙洪雷 让他的长相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了地痞流氓形象的代言人 由于刘华强过于经典 导致孙洪雷之后的影视作品都在尽量避免揭拍类似风格的角色 无论是《潜伏好先生》等电视剧都在向观众证明孙洪雷不是真的坏人 其实他还拍了部落地请开手机 正因为征服拍摄的极为成功 这部剧中刘华强与风标对峙 与送老虎酒桌决裂 怒捅黑心商贩等片段 也常年占据网络热门视频的宝座 可见其影响力深远 TALK 2 中国刑侦 一号案2002年 主演 丁永黛与小雪 王淑琴 王因 豆瓣9.2分 白宝山事件被誉为中国刑侦一号案 这无疑也增加了电视剧的噱头 白宝山被称为新中国第一汉匪 他自幼父亲早逝 母亲改嫁 小学没读完就早早参加了工作 1983年严打 白宝山因为盗窃罪被判入西北监狱 在服刑期间 白宝山因为矛盾杀害了两名育友 出狱没多久 由于户籍一直没有着落 生活受阻 白宝山开始报复社会 为了获得作案武器 白宝山多次击杀军警抢夺步枪 之后他更是伙伙同手下来到新疆 光天化日之下使用枪械在抢劫杀害多人 场面刊比电影枪战现场 面对剧款 白宝山建立妄议杀掉同伙 上演黑吃黑的戏码 就如同张子强之于香港 白宝山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打死军警和群众15人 抢劫人民币140多万元 要知道那可是90年代 邪不押政 白宝山在新疆和北京警方的通力配合下 于家中被捕 由于改编自真实案件 本剧采用伪纪录片的风格 用26集的篇幅完整描述了白宝山的一生 让观众深入了解这个臭名昭著汉匪的一生 同时从白宝山的故事背后 让更多的人反思社会 对于有案底人员的处置态度 与征服一样 中国刑侦一号案过于宣传白宝山的个人事迹 没有起到刑侦片该有的警示教育意义 电视剧中公安警察与训练有素的白宝山 刑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但不否认中国刑侦一号案就同白宝山一样 在刑侦剧中都是教科书式的存在 Top 1 沉默的真相2020年 主演 廖凡白与谭卓 豆瓣9.2分 说了这么多 该聊聊刑侦剧的冠军沉默的真相了 该剧一开场就以一场地铁抛尸案 抓住了观众眼球 乡中的死者名叫江阳 犯罪嫌疑人同时也是政法大学教授的张超 在审讯时 151时的交代了犯罪过程 可在法庭却当场翻供 针对这起蹊跷的案件 警方成立专案组 担任副组长的严良发现江阳之死与 10年前另一起死亡案件 有着莫大的联系 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呈现在严良面前 短短12集的篇幅 沉默的真相以电影的制作标准 向我们陈述了一个关于正义信仰的故事 白羽饰演的江阳为了贯彻正义 不畏强权的精神至今让久久不能忘怀 与其他单纯注重事件 本身的刑侦剧不同 沉默的真相具有多重属性 推理 悬疑 反腐让故事变得复杂多变 我们不难看到在剧中看到人民的名义中不畏强权 反腐桥段重案6组多条主线剧情穿插进行 在谜团中抽丝包茧大大提升了看剧的快感 作为爱奇艺推出的迷雾剧场 不仅是隐秘的角落还是沉默的真相 关于少年犯罪 官商包庇等社会现实问题 这也导致了沉默的真相数次延迟上映时间 沉默的真相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的刑侦剧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观众已经不再满足于故事简单的叙述案件经过 而是希望通过案件本身探讨社会矛盾 阶级冲突等百姓知道但不愿提及的软肋 其意义深远 写了这么多 其实还有很多名气颇大的刑侦剧没有入列 如《罪图红蜘蛛》《白夜追凶》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每个时期的刑侦剧都符合那个时代的观众审美 从写实严谨到猎奇刺激 再到内容未亡 每一批演员通过刑侦剧被百姓大众知晓 也证明了大家对这种类型电视剧的喜爱 当然了我们同样期待中国的刑侦剧能够越来越优秀 如果还有哪部令你印象深刻的刑侦剧请在评论区留言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